从1978年到1991年,中越之间持续了长达13年的敌人状态。 80年代末,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东欧的社会主义相继倒掉苏联解体,世界原有的冷战格局彻底崩塌。 整个世界的主题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对抗,和平和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流。 而随着上一代人的离去,很多的恩恩怨怨如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追心刺骨。 1989年,张德维赴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他所肩负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渠道。 1989年,我这时候应该说,那时候整个从我们的对外政策,或者国际形势,以至越南本身的情况来说, 我们觉得具备一个条件可以缓和中越之间的关系,改善中越之间的关系,但是有障碍。 当时中越之间的最大障碍就是柬埔寨问题。 70年代末,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1989年苏联表示,愿意与中国一起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但是当时的越南外交部领导人坚持反华的立场,中越难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沟通。 于是张德维就找了当年的老朋友,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吴春荣。 我同张德维同志共会谈了四次,第一次见面时,我对张德维说,我们出去打吧,我们都老了,但孩子们正在受苦,国家建设也无法开展,形势很紧张。 其实我都明白,中国和越南一样,也希望恢复两国关系。 经过四次会谈,双方表达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共同愿望,但是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进行更高层次的接触。 张德维对我说,你不过只是局长级干部罢了,要求安排更高级的人员来谈判。 所以后来我们安排了黎德英同志,会谈张德维。 以后我们还打电话让外交部门的高层领导前来会面,但张德维说,这还不是最高级的人员。 我们安排阮文林总书记,会谈了张德维。 这会面,越共党中央绕过了越南外交部,阮文林也叮嘱张德维, 以个人身份前来见他。 当时他提出什么要求了吗? 他没提出什么,他说,你就不需要带什么翻译人员来啦, 我们就是朋友之间见个面啦。 我去了,去了当时嘛,就是我跟他两个人单独谈。 那天是晚上八点,当时我也在场, 我还记得张德维的粤语说得非常的流利。 正是这次会见后,才有了后来在成都的谈判。 请你报告你们中央的领导同志, 我愿意他们来认真地商谈, 来共同解决解决这些问题。 等于就是说这次会面,就是是一次很重要的。 突破,是一次突破。 1990年9月,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 与越共最高领导人阮文林, 在中国的成都举行秘密会晤, 这一消息,立即受到了国际各大媒体的关注。 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及政府最高领导人, 于上月三号, 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举行了两天秘密会谈。 一致重议, 在中越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 积极推进相互之间的文化体育交流, 并展开观光旅游活动。 1991年, 中越两国发联合公报, 中断了13年的两国关系, 开始走向一面恢复。 位于越南北江省的太原钢铁厂, 曾经是中国一手原件的工业项目, 自从1978年, 中国专家撤走之后, 太原生产陷入停滞, 企业面临严重困境。 90年代, 太钢又重新获得了中国的大力支援。 可以说, 太原钢铁厂是越中两国友谊与合作的, 一个标志性工程。 1999年, 中国总理朱镕基在访问越南时承诺, 将通过援助使太钢和北江淡尾厂 这两个老援助项目实现扭亏为盈。 为此, 朱镕基启动了总理基金, 对这两个企业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当时我们就是朱镕基总理和越南的庞鲁凯总理, 就是通过会谈当成的协议, 就是决定, 应越南要求决定, 他对这两个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那么其中我们中国政府为这两个企业, 给提供原款, 5500多亿美元。 在中国援助太钢的2290万美元中, 三分之一属于无偿援助, 三分之一属于无息贷款。 在中国的帮助下, 2003年, 太钢顺利实现了扭亏为盈。 这个有一个西城的设施, 西城的设施。 那设施是中国援助的吗? 西城的设施是中国援助的吗? 那是韩刚刚才设施。 现在还设施是中国援助的, 还设施是中国援助的。 在不原款总额之外, 韩刚还无偿赠送给太钢 一台价值250万美元的烧集机。 如果用手工的办法往高炉送原料呢, 非常效率低缓慢, 那么这是传送带, 那么一下子就把原料从高炉里边去了。 所以他们收到这个设备会很高兴? 这个来说, 这种的多种都可以说的问题。 没有控告, 这种的分配都可以换来一下。 如果中国不送送这个设备, 我们还要自己要掏钱再买这个设备, 必须要有这个设备, 才能生产这个钢铁。 在我们太原钢铁厂的成立和发展历程当中, 每一个阶段都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我们也想借此凤凰卫视来访之际, 向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的专家和工人们致以真诚的感谢。 给予我们帮助, 在以后的生产和发展中, 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 今天的泰钢已经成为越南唯一一家, 具有采矿、冶炼、钢皮生产、 以加钢能力的全规模的大型钢铁公司。 仅在今年前六个月, 泰钢已经盈利三十多万美元, 成为中越两国经济合作三十年的完美典范。 在友谊关, 你好像很难产生一种对于国境线的敬畏感, 因为这每天都是熙熙扬扬, 小贩们在卖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而那些做两国边冒生意的人, 不论去还是回都是往来自如, 就像回家一样方便。 旅游者呢, 在这办上一个简单证件, 就可以去越南玩上一个星期。 在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后的今天, 友谊关成了真正的友谊关。 1992年4月1日, 作为中越恢复开通的第一个口岸, 象征南疆国民的友谊关重新开关。 这天, 我们在关口遇到了一群到中国旅游的越南华侨死女, 当我们问起是否了解圆越抗美时, 她们显得有些茫然。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西宫嘛, 是在南越的, 不是北越的,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点点的了解, 是不是很多的了解, 是这样。 你们以前来过中国吗? 在这些17、18岁的孩子的记忆里, 更多的是发生在20年前中越之间的那场不愉快。 印象怎么样? 对, 对, 那个七八年有, 那七八年的, 就是我们收到了那个北京电台说的, 中国的那个原因, 收全部的那个越南华人回中国, 但是我们七八年, 我们每天等等等, 但是还没有看到那中国传来的。 离有一关不远, 就是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烈士陵园, 在1979年到1984年的战争中, 中国以数万人的牺牲, 换来了南部边界的安宁, 在国家关系的翻云覆雨中, 生命的意义似乎已无从追问。 从这里继续南行, 我们找到了当年各圆越部队赴越之前, 换装集结的宁明机场。 这个军用机场如今已经废弃, 成了当地人的放牛场。 走上荒凉的台阶, 指挥室中仍然留着原来驻军的图纸。 废弃的停机洞默然出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与远远抗美这段历史相关的一切, 也开始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龙桂林86岁了, 在他一生中有太多战争的回忆,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圆越抗美。 自从1966年他在越南富商回国, 就再也没有去过越南。 现在他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留在越南土地上的老部下们。 本来我还想到越南看看, 1995年吧, 1995年, 不是咱们一靠美援朝的时候呢, 资业军到清明街啊, 咱们就大使馆啊, 或者国内派人去到资业军朝些, 资业军分墓撒去, 扫墓去嘛, 清明街。 这个95年呢, 因为有些家说呢, 就写信给我, 我们怎么就在报纸上看不到, 咱们国内派人去, 蒙军到越南。 后来我就, 当时总领馆还是, 还没太好。 我就给郁永波助人写了个信, 我说, 越北抗美事前去, 我说我, 我听到边, 原来我在那里带部队, 在那里牺牲一些同志, 还都在那里, 他们家反应, 看不到清明街给他们扫墓, 我说, 当时, 我说, 如果说, 组织上扫墓有空呢, 我说我, 我个人扫墓, 我说, 我说过去老, 再带我去说什么。 我说我说我, 我说我, 我说我说我带来 перед这个, 我看这个自然而非, 我说我会扫墓有空, 我说了解像。 我说我说, 我说一本身有空, 走到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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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边, 走到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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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正好, 走到边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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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丈夫 他丈夫是大概是1968年代的牺牲的 但是史料已经没了 很难找 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他的诉说和回忆 我们这个查了很多资料 还没有找到 就像这件事情呢 对我们触动很大 作为中国大使馆 特别是五官触统的 在这个地方负责这项工作 我们有责任 把这些烈士 1400多个烈士 牺牲的位置 时间和藏地在什么地方 搞清楚 对这个烈士的家属是个交代 对国内来探望航墓的亲人 也是一个交代 这个四号边 招先贵有 招先贵有 招先贵 走 对了 再往前走 往前 凉好的凉吧 应该是孙世良 33之类的 那就孙世新 孙世新 高姓的姓 孙世良有 孙世良有 这些名字啊 我给你介绍 这些墓碑的情况呢 非常复杂在那 一个呢 当年我们解放军 自己给立了一些碑 但是时间长都分化了 碑上自己都不清楚了 另外院同志呢 他不太熟悉中文 所以很多名字都出现错误 缺笔画 少笔画 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那么说这些碑 都是越南人 给我们做的是吗 这些碑呢 有一部分是当年 我们自己的部队牺牲了 我们自己的部队呢 就做了 就放在这儿 但是经过三十多年 有的碑倒了 有的碎了 有的迁移了 后来有一些是越南人 给我做的 像这个列生人员的碑呢 上的字都是越南人 给我们刻的 所以他刻的时候呢 有个字 就刻的字就不对 你比如 这个庆字错的 光是庆 这不是它是水吗 它变成史了 就写错了 这种情况也有 所以好多列 好多列是亲属 找不到自己的亲人 就是这个原因 那现在我们 经过我们这个整理之后 就是这个碑 我们会重新给它换掉吗 应该换掉 因为它已经错了 它应该换掉 但是这是一个 比较长的工作要做 我们要跟越南政府 进行协商 同时给它提供 准确的名字 包括这些人 当年是在什么部队服役 我们都会来写 都有 现在我们就在查找 这些各种资料 已经出来了 它是哪个支队的 在什么情况下牺牲的 另外它的籍贯 在什么地方 这些工作呢 我们计划是今年底 之前完成 对 你看这是整个 在越北地区啊 这个烈士兵 一共是1427名 其中的抗法级的军事顾问呢 有6名 那么访问越南的艺术团 有演员 导演之类 他们8名 圆越的工程技术人员呢 有5名 还有这个军事科技人员 有6名 但大部分的 还是后勤部队的 这个抗煤实习的 这个烈士 一共是1392名 其他的还有扫雷的 运输的 等等 这天一早 我们乘车随武官们 去寻找一位叫 朱云山的烈士墓 据记载 它是单独一人 被掩埋在柯年乡的 一个小山岗上 我先搞这种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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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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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咱们今天 就那个山包了 有一山包 就那个山包了 对 对 没错 是 柯年乡的 这 branch 那边 你身体 你把车转到这里 前面的 对 对 你 有没有 有没有 我是中国的 中国人 你没想到 有没有 莽名 我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一家知道 那去问吧 楼去问问 朱银山 看那个老人 问朱银山可能太知道 知道最好找个人带不上去 问问你去问问 现在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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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银山 你认识吧 相当于でしょう 若没有地方牛猪行吗 你是财你之后 你是财,都可以将我们一起去哪里 不是 有一点 我们希望把我们看看地方 stalk step IP你方前部體力工军2021 BD在这里 可你也有迹法部训少名去训续这酒店吗 我们的部队在这里 家盛禪续 做 Wet wir 子名姆党合达 中国的地方是中国的 什么地方 这里是中国的 那是空海 这就是越南 这就是两公里 那边有中国指挥坡 这里有一个公式 中国的地方是中国的 这地方是海洞 这边是海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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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一块 这一圈 挖走了以后 据当地老百姓指认周云山烈士的墓在1968年出 是一个圆形的 有两块碑 一块是写的中文字 一块是越南字 然后呢 哪一个年他记不清楚了 这个墓移走了 我们估计呢 可能地方县政府把它合并了 合并在中国其他历史领域里去了 在咱们那个记载上 就是关于这个历史都有哪些资料呢 不知道哪些 我们只知道他出生年份是43年出生 习生是67年11月3号 习惯是江苏的吴江县 不到现在这个 吴江县是这个 以前的番号是后勤7大队 313大队的战士 那么知道他原来在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吗 他属于一个驻路部队 应该是驻路部队 后勤支队 大附近应该是驻路的 为什么会有就是 他这个是烈士陵园 只有一个人在这 对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还有 他就牺牲在这 部队就在驻扎 这样的话 就地也埋 就把它埋在这了 后来呢部队没有再牺牲 如果再有 会两个三个 就形成了一个陵园 因为一个没有 经过我们实际考察 像这种三个烈士陵园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都单个的 能不能问问 像这个墓什么时候不见了的 韩国 他刚才说是19 大约1982到84年之间 当时他不在 他就当兵了 后来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这个 这个墓已经不在了 至于这个牵移呢 现在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看的 他想估计啊 可能是79年前 当时中越边境 有一场冲突的 那个时候老百姓 可能有些其他什么想法 就把这个墓牵走了 可能这是他想的可能 不一定是真实 那现在下一步就是 现在这个墓什么都 线索都没有了 你们打算怎么 我们只有通过地方政府 越南这个地方政府 有一个机构 叫做商兵烈士部门 它是专门管理商兵烈士 管理他自己国家的 商兵烈士和其他的 像我们通过这些 这个部门 来通过行政机构 和对外交系统来寻找 还是可以 可能找到 有可能找到 这个雨露 真是让那个年轻人看了 我说确实是 尖烈啊 为了人民的利益 在我们的前头 应用的牺牲 这是历史 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 踏着他们的学体 天静 多好 他们的一个杯 在哪个位置 这个人是谁 定上位 然后我们出的这个资料 别的亲属来找 亲属就不能在270个人 找一下我 你想那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是烈士的亲属 你来找自己的亲人 或者丈夫 在这都根本找不到 一天 你什么感觉 你会对这个政府 对这个国家 有什么强 所以我们把它画出来 在对目的统计和整理工作中 最大的困难 在于旅行越南规定的 一些繁琐的程序 有 有 是他们一批牺牲的 人如想 然后人家的乡里呢 一时半会儿不答复你 有可能几个月都不同意你来 这是一种情况 所以呢 而且像你们刚才遇到的 哪里会要办手续 要坐在这儿 要蹲 他又在不带你去看 所以我们这个 所有的寻找呢 都没有亲过他 都是按照过去的资料 在唐北墓地 管理员发现了正在购物官们 于是要求他们停止工作 马上出示手续 李武官对他说 我们正在喊醒烈士 告诉他 中国同胞来看望他了 在我们喊完烈士之前 请不要打人 我看我们的大圣来念名不可以平对 他就不合适了 你别说话 你别干扰 他还能理解这个 我们今天是报名 你喊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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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我们来看他了 他就同意 同意一会一会儿 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最后我说全搞完了 我开始跟你谈谈工作了 还你刚才得告诉你谈工作 你刚才得告诉你谈工作 我给你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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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年后 每年后 你准备谈谈 我给你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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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所采访的当事人和专家学者中 对于当年的战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专家们认为 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在经济困难 国力疲弱的六十年代 中国以两百亿美元的援助和上千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换来的却是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 俗越的包围和后来的自卫反击战 但是对于战争的亲历者来说 那是一段曾经付出了鲜血 青春和激情的那是一段 关于生命 友谊和战争的回忆 打麻将下象棋打台球 这三年 三年得了十几个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个百 今天得了两个了 这是我今天得的 这个是我今天得的 这个是我今天得的 没有事儿了 现在我们上次 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做 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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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您打过这么多仗 您最后面的 或者是印象最深的 最有感情的 应该是哪一段 哪一段 哪一段 结婚是哪一段 哪一段有哪一段难处 哪一段有哪一段故事 觉得我们总的说 一辈子没办法 对自己也好 对人民也好 对大也好 我们 一定实现也没 在医生当中 觉得最大的收获 就是这个心灵上的净化 在战争的环境下 战友情妄都是生死之交啊 这种就是舍生忘死的战友情啊 让你永世难忘 2004年夏天 当年参加过圆圆的湖北老子们 在金门欢聚一堂 这是40年来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 请住 他这个婚姻很高兴 很内疚 不高兴的时候 老战友们 坐在一起 坐在我们前天 的战友情妄 内疚的生 我认真 老三是老家有认得有难了 不是很得久 在我们的周园的时候 我们离开 我好忙啊 都越南在伯江大交易习习习的 我今天看到过 干吗激动了 一样看到我父亲一样 我喜欢各位 这么多年了是吧 我一直在训练到父亲的父母 这是 康啊 这是活动 终于找到我父亲在越南的一会儿 我只是准备去越南 他每次都是朋友 我得谢谢你们 谢谢这在座的我父亲的老三一会儿 谢谢你们 90年代 曾在中国学习的陈亨 已经升任越南空军司令 他即将随越南军事代表团访华 此刻他最想见的人 就是中国的空军司令 当年曾训练他飞行的老教员曹双明 有的时候我们的飞行不大 可是在角落的时候 他解释 他解释 在北京 一对空军司令 过去的老师终于见面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喝了白茅台 白茅台酒 有名的 著名的酒 我跟他说 很谢谢的 我们的老战友 我们的老教师 老警会员 三个 我永远不会记得 不会忘记的 他的 是很好的一份 朋友 中国的朋友 进入越南这天 刚好是农历端午节 在越南 端午也是一个重大的传统节日 亮山省的永龙姓政府 特意准备了香 艾草和各色花果供艇 和我们一起到明山墓地祭扫 原来不知 有点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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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再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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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